当同事知道我跟老板的关系后 这啥意思 你帮我把这个报表给老板送过去 反正有什么问题 他也不会说你 你这儿咋这么多呀 行你放那儿吧 哥 这你得多喝啊 喝完我就给你气息 好东西 这还能喝吗 直接干酒得了 孙总你看这 你要出门啊 那这个咋办 你开着办吧 不是啥事这么急啊 刚才老板朋友在跟谁打电话 都吵起来了 估计没啥好事 是吗 来拿着 烧哪儿了 一个人在这个人 等谁了 这我的前男友吗 看这小底格 我拿着多余了 这小童童童童童 下来了 喂打电话打不通 这不担心你吗 找你找半天 我手机好像坏了 那你去那个转转APP 人家专业回收旧手机 价格公道 打钱又快又干脆 而且很方便 就像点外卖一样 网上下个单就有人来收 平板笔记本 耳机和手表都能收 就等意外 正好是换新的 童童 你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不用这么节省吗 我们这叫回锅日子 他今天非要来找我 要不然就去公司闹 你别生气啊 我不生气 谁还不遇见几个傻子呀 你说谁呢 这旁边好像除了你没别人吧 行咱走 不跟他摸你 我发现你这小子 真是不长记性啊 你那腿都赶不上我胳膊粗 咱这么喜欢挑战不可能了 那我俩还没聊完呢 喜欢聊是吧 行 来我陪你聊 咱俩聊一夜 走来 咱们父母之间定的事 你找个外人才怎么回事 现在啥年代了 整父母那一套 你瞎二级网啊 咱啥呀 咱啥啥啥 恋爱自由在你家包食是不是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哎呀 谁呀 那比高几强还狠吗 我今天见你 主要就是怕你去公司闹 我现在有男朋友了 我不想让他误会 你好自为之吧 行 我跟你说我不明白 我找个能跟你聊的 还有你 你别给我走 那行 冷不冷 咱俩你走了 他这人不讲理 他不讲理 你说了好像我讲理是吧 没事 这不就我在吗 这谁啊 我